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相信对于这两位棋手国内的棋名应该是都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个米玉亭 小米 这个因为最近创出了这个米诗飞刀 一下子在这个棋名的心中这个地位一下是变得不一样了 小米也是一个这个90后的世界冠军 那么鼎爷呢那是年少春明 这个十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那么大家一直都看好他拿世界冠军 结果他一直是到了去年啊 终于拿到了这个LGB的这个世界冠军 成为了咱们这个90后是试冠群中 众多试冠群中的一员 那么这两位棋手 那么最近的状态呢却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这个顶爷呢那是状态是 自从拿了这个试冠之后呢 状态是好得不得了啊 等积分也是一直是这个紧追科捷排名第二 那么相反这个小米呢 确实是好像最近几年有点不温不火啊 虽然创出了米诗飞刀 但是这个成绩呢却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啊 此番这个在维甲联赛中相遇 我们看看两个人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这这盘棋的实战 这盘棋是由这个米语亭之黑先行 那挂脚 这这一步挂脚一看就是 这个经常用AI白棋啊 这个是无论你选的是哪款AI 好像这个挂脚都是首选啊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虽然是AI的实战 但是AI也各款不同的AI 它的棋风其实会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啊 这个有的决议啊 这个用利拉的啊 用什么 然后韩国棋手普遍用这个ELF啊 这个所以说我们看这个韩国棋手的这个布局 跟这个中国棋手的布局还是略有出入啊 这个棋不好意思 黑的是飞在这里 因为这个肩和飞现在都太多了啊 所以这个摆上去也没什么感觉 好 不管是哪个AI好像推荐都是这一挂 那肩顶 这个时候这个白棋这个杨顶心是下了一步 这个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棋啊 这个棋本来是肯定是长的啊 这个在这个正式比赛中 也是这个布局也是多次出现啊 接下来这个黑棋家机啊 这个家哪里都有了 这个这个时候一间家二间家三间家啊 甚至家这边啊都有 那么你如果是家的话白棋再拆个二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形成一个这个 很早就形成一个基站的这种局面啊 双方就开始开始战斗 但是这盘棋这个 哎 顶爷的选择确实不太一样的啊 他单拆啊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杨顶心跟这个 米玉亭他俩这个棋风是截然相反的 杨顶心属于是那种 小刀割肉的棋风啊 就是非常稳健 到了后半盘在小刀子一刀一刀的 一点一点占你便宜啊 慢慢的把这个局面给他一点点弄回来 那米玉亭呢是属于这种 喜欢捞实地啊 然后力量比较大啊 棋风比较勇猛 所以这盘棋这个顶爷肯定也是不太希望 就是说这个这么早就把这个棋局导向这种战斗的这种场面啊 所以他单差 同时他也是希望这个棋能走得快速一些 不然这个棋他其实直接拆了就可以啊 他没有必要去做那个交换 他做那个交换呢 就是希望能抢一个先手啊 这样能达到一个快速行棋的目的 那你看我们看这两下交换 当然是白棋损了 但是问题在于你如果没有这两下交换 黑棋现在无论如何是不会兼这个的啊 太慢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损一下可以接受 因为我这里有拆二嘛 你这边这个后不发挥 关键是接下来这个顶爷还有这个套招啊 这个碰 这个一看都是深有研究了啊 这个棋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一碰 这一碰 那么黑 作为黑棋来说 最常规的下法肯定是扳了力啊 但是我们看现在这个情况 黑棋这里非常厚实了 那么你还扳了力的话 这两下交换就给就感觉是这个白棋肯定是赚到了啊 赚到了 因为我让你这个地方后上加后了 好 那如果你想反击啊 那如果你想反击啊 比如说你搬这个 那么白棋这一段 这个掏招 然后长啊 然后这个时候白棋这地方有一架 大家一看这个是不是很华丽啊 这都是跟AI学的啊 其实如果人如果能直接这么去设计的话 这个水平就有点高了啊 这个确实你被你跟AI一学之后呢 你发现这个其实还是也不算那么难啊 但是如果没有AI之前真是不容易想到啊 这个下把加黑的只好长吧 那白的再打着冲出来 这个套招其实蛮严厉的啊 这个黑的不是太好办 我觉得 这被冲出来之后 虽然你很厚 但是我这样一把 这个冲出来像一把这个锋利的剑一样啊 一下劈下去之后 你这个后势好像也被劈得有点七零八落的感觉啊 所以这个棋 碰一个 顶爷这个地方亏不是白亏的啊 它是有后续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黑棋怎么办 哇 这个小米更清楚啊 我刚介绍了 他喜欢捞实地 这个实地捞起来了啊 这个地方我不走了 这小时候学棋老师不是都教 不好硬的地方 哎 就拖先 我们看现在这句话也很 也还实用啊 哎 这个 这个 顶爷是不拒米试飞刀的创 创始人小米同学给他上米试飞刀啊 飞一个 主动要 主动邀请 来 我们来练一练米试飞刀 啊 结果这个小米是不练啊 所以我就说嘛 这个米试飞刀这个线太复杂了啊 连这个他的创始人 这个现在都不敢轻易的用啊 太复杂 搞不好一个定时下完这盘棋就没了 白棋这个地方办了 啊 这个点一下 啊 这个点一下 点的黑的真是有点不舒服啊 稍微点不舒服 站上 被白棋牵手推一把 这么一看之后呢 哎 这个棋好像 看着这个白的就没那么 这一开始就没那么损了啊 因为等于这样的形状嘛 我这个碰了 推一下先手 也还是可以的啊 也还是可以的 虽然弹不上便宜 但是起码就不损了 那那么白棋这个快速 打伞局面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啊 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棋 有了AI之后 这个布局的变化 其实是简单了很多啊 以前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现在几乎都不下了 包括这个 你看行为一挂脚 现在无非就是几种下巴 一种是拖鞋 一种就是肩顶 一种就是肖肥啊 好像就这三种下巴 那如果夹击的话 也就是一个一间几家啊 像什么二间高家这些 好像似乎都没有人去下了啊 原因是这样 原因是这个你用AIE 分析判断 哎 发现这个一降就 一加之后就胜率就降了啊 虽然说降这几个点 跟这个最后的输入没有关系 那但是 作为对局者来说 这个降点就于位置亏了 那么你明知道亏还这么下 心里头是不是还是有点不舒服啊 肯定的 啊 所以现在这个下巴就简单了 为了不降点 我们就这几招啊 搬完一掉 哇 白七这个 AI套路真是熟练啊 熟练的不得了 这一掉其实就是为了引针嘛 其实意图也很简单啊 那如果你要跟着硬 啊 那我这正好一连班 我们来看一下 对这个针掉 真的你没脾气啊 这个引针都没有啊 你早知道这引针都没意义啊 你这招期可能还没有 我这个补引针搭 所以等于没有引针啊 这样 这样掉一下 把这个字针掉 这种形状是最舒服的 因为这个字很轻 所以等于黑的都没有引针啊 因为引针制招期的价值 还不如白七补一手的价值的 那这个引针自然就不存在了 那么黑的会这么听话吗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白的当然是很舒服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实战这个黑级尖顶反击 那如果 如果黑的坚定 白的还来这个变化的话 我们看 将来这个引针 黑的飞到这儿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引针 我黑棋 直接两手把你 这个字干掉的话 我这手 下面这手 其实不就省了 啊 所以说 黑棋不走这个 那白棋 也就 那边也就 先按并不动 啊 既然你这不理 我先跳下来的说 黑的一壶 啊 接下来这个 套餐又来了啊 现在下棋 就是各种各样的套餐 这个高拆之后 这地方有紫 这个点完一间 啊 又是一个套餐 啊 但是这些棋 其实对于双方来说 啊 也 都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因为资源共享嘛 这AI谁都可以用 你会 别人也会啊 这没关系 我们主要拼的是这个 到了 五六十兽以后啊 到时 会出现 一些以前没见过的变化之后 拼的是 才拼的是这个 双方的这个能力啊 像前面这些套餐 大家都会 这黑的也没什么办法 立下 然后一半过 断 那这招其实说实话 看着挺严厉的 我觉得 先把这个脚捞掉 不说 这黑的这三颗紫 被白骑士跳下来 还还挺危险的啊 虽然这里黑的厚 但是白的现在 不跟你这边厚 有什么产生什么联系啊 我只盯着你薄的这边 老黑的也长 感觉这个黑骑 这个长 我个人觉得 是个疑问手啊 这个长 实在是没什么道理啊 我觉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现在 这两边在作战 比如说你要飞过来也好 这一旦发生激战 白骑这个跳这个字 有可能会排上大用场 那么你这个长 它为什么现在要长 它无非是怕将来长不到 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长 我认为总是黑骑的权利啊 因为如果白骑士兼三三 被黑的这么拐住 白骑再走个这个 再被黑的线手挤一下 这白的实际上吃的是非常小的啊 这几颗子 没什么木 将来这个黑的都有可能能收紧啊 没有什么木 所以说我 觉得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这个 当黑骑长的时候 白骑都会选择外面跳架啊 都会选择外面跳架 这个是没有 没有什么悬念的 我觉得 所以 黑的这个长 交换现在太早了啊 因为这边 这个作战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先尝一下 尤其你还准备飞这个 白骑是搬了一场 嗯 这个 职业棋手的这种 内涵就体现出来了啊 这个可能很多业余朋友下棋一看啊 这个搬完之后 这顺势一打 过影啊 啊 过完影之后发现 这个形状烂了 没气下了啊 你再去拖一好 粘一好 我们看这打一下 还是超级俗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尝完之后 下一步这个力非常的愉快啊 将来这个 力完一拐打 全都收紧了 这个是非常舒服 啊 这个搬完一尝 嗯 大家可以好好学一下啊 不仅这个局部实用 很多局部都有可能实用啊 那么黑棋也很有内涵 自提一个 因为无法忍受 这个被白棋立完 各种借用啊 先自提 那 白棋这两招交换肯定是便宜了啊 对于将来这个 有可能要发生的这个作战 哇 这里黑的是真强硬啊 真的强硬 这个是 这个头要一定要搬过来啊 他觉得这么长 被白棋一直贴 他不舒服 他觉得这个 很轻易的就 白棋就直接往小房子 就搭起来了 那么黑的这一根棍子 反而要去自己逃命 他觉得很不舒服啊 他让你 他让你不舒服啊 他搬在这 你要搬他从这里贴 嗯 就是要把你拼命的往 这个 黑棋这朵花这个地方赶 因为黑棋这里不是厚实吗 然后 实战 但是这个白棋 断然的反击啊 断 嗯 鼎爷说 虽然我这个棋风保守啊 但是你想欺负我 那也是万万不能的啊 这个该反击的时候 咱还是会反击的 这个棋的话 黑的就有点太过分了啊 小米最近 这个 这个棋下的有点 感觉有点着急啊 也着急 可能是因为 近几年这个状态 不是太理想啊 不温不火 心里面着急 碰上鼎爷这样 比他年轻的啊 可能心态上有点 不是很好 这个棋下的 这半棋下的有点太着急 而且 说实话 本身拿黑棋就难下一点啊 作为这个顶尖棋手来说 拿到黑棋总是会 觉得是 稍除一点点小下风 挖 这个挖倒是看着像好气 先把自己粘粘后 这个时候不能去断啊 不能断 这个被一冲 这两个字被吃了是不行的啊 这外头白气太大 所以只能粘上 然后是 然后这个时候 我觉得黑的这个疑问手又出现了啊 这个长了长 好像有点处理的太草帅了 这个棋这两步 这两步一下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棋 黑棋这个形式就岌岌可畏了 因为你走完之后 你看眼见的 这两块棋怎么办呢 白气这个棍子 棋好像贼长 你这两个 好像无法两圈了已经啊 即使你能够两圈 你对白气也没威胁 白气这个连成一块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黑的是只能贴这个啊 只能贴这个 贴这个的话 这个形状会好很多 你如果白气搬头 啊 那么黑气跳 然后再尖 啊 这样或者是直接搬了虎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白气的威胁还是 还是蛮大的 因为现在黑的 这个头还在外头啊 白气得连 那么黑气出头 白气还得再连 那么黑的就情况会好很多 比刚才比 等于刚才 这两招长有点 帮白气补齐的一个嫌疑 啊 虽然看起来是先手 很畅快 但是这两招走完之后 如果你在定睛一看的话 哎 不太妙啊 白气就顶住 这个旗确实有点不太好板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再看当初这两招 这两招不是大恶手吗 对不对 本来你现在这个拐都是决心啊 本来应该是这样 那黑的这块旗 这个死活顿时就不一样啊 我相信现在小米肯定也非常后悔啊 当初怎么是脑袋刮一热啊 就做了这个长跟跳的交换 这个白旗是打了一连半 先把便宜占够 这黑的好像已经不好办了 这个旗 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 首先这两块 是不是能两拳已经是个问题 即使你两拳了也 对白旗没有威胁啊 白旗这块旗已经 比如说你现在 剪一个或者飞一个出头 白旗就一压 你这边走什么 我就把这个吃了 打吃也好 我就尝 我顺势 这里做货的同时还能威一点木 然后你依然这两块 依然说不清楚啊 这个前路漫漫啊 不知道要逃到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黑的是走了这个 这个是走了个先手 白旗还是很厚实的 把这个吃涮啊 把这两个字 这部白的这部鸭 其实是我定睛 再一看啊 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啊 因为这个其实黑的 有点拖不动了以后啊 有点拖不动 以后做货只能煎着火了 然后我们再看 实战还得虎吃 摆着跳 这个盐不是很好办了 因为他现在 他觉得不能联络了 联络再把白旗把这个藏出来 这三个字又吃不掉 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两块鸭 不知道要逃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黑的一怒之下是 提掉 那这样 这六颗子就牺牲了啊 虽然说把这朵花抓了 但是这六颗子死的也是非常惨的 调 排气冲 还是拖 这是啥意思呢 我们看看 拖完吃 他还不肯这么做活 他非要吃这个 白旗吃 然后再一冲断 这个时候黑的可能是要搞点事情啊 普通夏他觉得 形势非常不利了啊 这个这六颗奇金正亡了 然后 然后 然后一拐 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双方是有什么阴谋吗 有一点小阴谋啊 如果 白旗敢挡 的话 黑旗这一挤 非常犀利啊 非常犀利 白旗只好粘 那么黑旗冲 然后粘上 这样的话 这里头要出事情啊 那如果白旗吃这个 黑的把这个吃出来的话 黑的 可以先沾一下 那这个 这个白旗是 不敢的啊 因为这块一旦活了 这块白旗好像就 离死就不远了啊 所以这块旗 就是说 不仅是黑旗自身的死活 也关系到白旗这大块的死活 所以 这个地方 这个 黑旗是有预谋的啊 不是说 简简单单一冲 就送死 被白旗挡 就 直接就草草了事 就认输啊 不是 是有手段的 那我看 为什么他不能直接挤呢 直接挤刚好不行 我们看一下 他如果直接挤了冲 白的一打吃 然后一打吃 正好打在这里 既把这个吃补了 又 又收着黑旗旗啊 所以他必须要拐到一下 实战拐 那么 顶页当然也 没那么傻了啊 明知道你有阴谋 我不可能让你得逞 肯定是 出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成线这个样子 这个形式 我们来简单的判断一下 看看到底怎么样 将来这个退是黑旗的权利 那么这个地方 黑脚有10 16 18 19 20 什么旗 那个脚是13 33 34 35 36 37 加一个天目 37 加一个天目 白旗呢 就算 白旗将来如果抢到这个的话 就不用收气了啊 就算 先暂时算他收气 12 3 4 5 6 7 8 16 17 18 19 19 20 21 23 26 27 27 那黑的是37 加一个天目啊 就是说现在黑的纯目数的话是 领先 17 8 目的样子 但是我们没算白旗这一块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块旗如果能白旗走 别说17 8 大目我觉得想穿20目都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所以这个旗现在白的形式肯定是很好了啊 这个木树上就不落下风再加上黑的还有这一块啊黑的这块旗将来始终是个负担啊 毕竟没有火啊 啊 实际上这个没长先挡了一下 白旗断完一跳 黑的再一长 白的再一跳 哇 哇 直接拐下 这个顶爷这个旗真的是稳稳 非常的稳啊 跳一下只是虚晃一枪 并不是要断你 啊 接着跳 他就是要把这颗子牢牢的吃住啊 以防你尝出来之后 跟我这块旗搞成对杀啊 而且他这些子走完之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形式进一步扩张 然后一跳再一连半 但是他也不会放弃对黑旗这块旗的一个纠缠啊 因为这块旗确实很危险啊 这么一看黑旗就先手一个一个打结眼啊 这个将来我们看这个打吃是黑旗的权利 这个拐是黑旗的权利 提一下 先手一个打结眼 也就是说黑旗现在这块旗只有三分之二只眼啊 连一只眼都不到 所以这块旗本身也是很危险的 这是目前这个旗黑旗最不利的一个地方啊 如果只是单纯的弹木术的话 黑的木术还是可以的 打吃 然后踢 然后踢 然后爬一个 哇 这个黑的胆子也真的是大得不得了啊 这个旗被一飞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 我的感觉是不死也是半条命没了这起 粗粗一眼看上去找看不到任何的活路啊 看不到任何活路 但是黑的也一直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边脱不开手 这边你但凡脱先打了一跳 那边可能先没了 然后即使是关键是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块旗即使补一手 好像也没有说是就是就能立刻就活进啊 这个旗真的 这个旗真的是太难下 下到这里 这个真的是要替小米好好想办法了 当然现在最关键是先把这块旗做活了 这块旗如果死了那就 什么也都不是 那刚才说的这个拐 黑旗的权力啊 黑旗先脱了一下 黑旗这个次序好一点 可能要二路先搬一把吧 啊 先打啊 啊 这个我没有想到 打的时候白旗是沾这个好 啊 打的时候是沾这个好 然后提 打吃 哇 这样的话这个旗就更加危险了 连一个新手打接眼都没有 这将来只有一个后手打接眼 这这这这个旗不得了啊 这个旗 然后再一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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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太惨啊 这个形状 那这个旗当初这个黑旗有一点小事物啊 给大家说一下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局面不利了啊 所以当时可能没有 其实黑的刚才有个很好的机会啊 我们看 在这个白旗跳这个的时候啊 其实黑的是可以先打一下的啊 这个时候完全应该先打一下 这个还是差挺多的 先手打接眼 先手打接眼 跟后手打接眼 基本上等于插了一只眼啊 这个在死活的时候还是差很多的 这个可能是个小失误啊 这个可能是个小失误 没想到 他觉得这个打嘛 总是 确实 从这个下旗的这种思维角度来说 这个打感觉总是沾这个嘛 因为你沾这个没有木 对不对 那沾这个好多木旗呢啊 这个确实是个失误啊 那他这个时候 他可能也应该先打这个 可能会好一点 他这个连续的失误啊 他如果先打这个 白旗是不能沾这个的啊 我们看 沾这个的话 他提完一粒 这个就差的有点多了 这个白旗只能糊这个 那将来这个再一跳 这个都不一定 只能这么缩 而且黑的还可以 先不提黑的单粒啊 白旗甚至这个旗都不见得活得了 所以他应该先打 因为他也不怕白旗挡这个啊 挡这个才提 粒 这里还能加进来 白旗也不便宜啊 所以这个旗 这很难想象啊 这个 世界冠军局的这个 米玉亭同学是 在这个小地方显得如此粗糙啊 可能是 这上来这个地方 这个作战 没有弄好 一下子心情坏了 这个下棋 有时候棋手是这样 一个局部 如果你觉得自己下的非常糟糕的话 那你这个 对局时候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有可能就会 赌气一样的连续下 然后就会出现很多小失误 就像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棋现在搞得好像 这个有点要死棋的感觉了啊 我看一下 然后是冲断 好 这个冲断 又是这个陷阱啊 你要是吃这个的话 他这招 挤又来了啊 这个冲断前线打了一下 这个挤 始终这个 一直没有忘记的 就是这招挤 这个黑旗 一直希望这地方能有点借用 然后我们接着看 那这个意图太明显啊 这个棋 白棋只要 神经没有短路的话 这个失误是不可能犯的 因为这个段实在是 这个挤的意图太明显了 有点 然后是恰吃 看看这怎么下 是搬正 继续搞事情 那这个棋 如果白棋断的话 它是要长 还吼一下 对白棋如果断的话 就又中计了啊 这个棋 虽然这个黑的 现在形式是不好 但是它 处处给这个白棋下陷阱啊 我们看 因为这里有个冲断了 一旦只要这个地方 长到一下线手 这一个冲断 这个白的外面就 出现问题了啊 这个贴一下线手 一旦这个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 还得想想办法 这个黑棋还得想想办法 白棋还得小心啊 其实下棋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往往这个 越接近胜利的时候 越危险 我自己就有这种 深刻的这种体会啊 不知道被多少次 被别人这个在 即将 这个胜利到手的时候 被别人逆转啊 就是有的时候 不能太放松 虽然这个整盘棋 下的都很顺 到目前为止这个白棋 但是你一个地方 没弄好的话 就有可能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归根结底 这个黑的木树是不输的 其实我们刚才判断过 包括这一串 现在下下来之后 这个黑棋的木树 实际上又便宜了啊 白棋这个 这块被压缩的只有六 这边的潜力也没了 其实现在白棋 还真的是必须拿 必须把这块黑棋 弄得很惨才行 不然的话木树上 会成一点问题 所以白棋这个跳啊 不会 现在就是说 白棋是绝对不允许 黑棋这块去近火的啊 必须要给你弄成个打结 只要你打结就好办 打结的话 白在外面的连下两手 这个顿时就不一样 看一下 哇黑棋是只能从这里打 真的是很惨 这个七星 肯定是非常想从这里打的 但是好像刚好不才成立啊 我们看 一粒 这真好不行啊 这个 最关键的就是这里 只是一个后手打结业啊 非常尴尬 哎呀 这个棋现在我真的是 拼命的想替黑棋找一点办法出来啊 因为我们这个 不管干什么事情 我们总是同情弱者的 现在这个黑棋 毫无疑问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所以必须要为他现在办法啊 但是好像真的找不出什么办法了 实战这个图他应该自己也很无奈 我觉得是 顶 好 然后铺 哇 这个手段真是 手段很多 但是 无论你再怎么招 这个棋现在也只能打结了 我们看 哎呀 这个棋当初这个失误真的是 当初可能看 大家觉得只是个小失误啊 我们看现在有可能就是插一手棋 本来如果 白棋是站在这边的话 啊 那这个棋型完全不一样了啊 我们这个 即使这个 没有这些紫 现在白黑的一沾上这个鞋就活了啊 这个地方因为是有个眼的 啊 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差别啊 看着不起眼 其实差的很 差距非常大 这个棋实在是 然后实在是这样 本来进活 现在变成一个打结活 这个差别其实不用我说 大家都清楚 这个看了这盘棋啊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个 小米的这个表现啊 真的是有点 让人对对他很担忧啊 毕竟这个 他也很年轻嘛 才才这个95后也是 这个 感觉这个棋下的 有点失误多了一点 最近这个状态有点堪忧 那我搬 那白棋系接 所以这个 咱们这个棋手啊 一方面是 提升水平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就是 如何保持状态 其实 真的也是非常重要啊 你如果这个状态不加的话 就就会很麻烦啊 像你说 这个小米他水平不高吗 非常高 非常厉害了 但是你看这盘棋下的 这个水平的话 就有点 对不起他这个 世界冠军的这个身份 这盘棋状态 真的是不是太好 体积 哇 现在这个白棋已经是 这边本身积也不找了啊 搬住 不跟你搞事情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棋到底差距 是不是有这么大 如果黑棋沾上 这地方木数是 双方都不点木吧 因为双方都有机会 吃掉这个子 11 12 13 15 18 19 20 30 33 35 36 37 38 39 40 这个就算冲着 44 黑的全盘 50木棋 50木棋 非常勉强 50木棋 白棋 即使算全收棋 我们一直算 这个白棋收棋 14 15 16 17 18 19 22 22 22 先点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0 30 那么就是盘面20木棋 现在啊 那么白棋如果把这个一粒 这个再一跳 或者跳到这里 那我们看白棋增加了多少木 刚才是30 这一跳之后这器不用收了啊 这123456 7 8 9 10 11 刚刚是盘面20 我们减掉11支撑盘面9木 那我们说白棋这块到这块 这个好像 为9木棋好像有点太容易了 也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小米同学 这个时候开始发力了 感觉有点 有点来不及了啊 有点 前面感觉下得有点 没没没没醒过 没回过神来 一直是 现在突然醒悟了啊 这个器 如果粘截的话 这半棋可能就安乐死啊 但是这个感觉拼得也太猛了啊 粘截 撑住这个截啊 一般我们看这个形势不利的一方 有的时候可能会强行撑住一些截 但是这个棋撑的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这块棋 粗粗一判断有六七十目啊 七十目以上 好 那白棋肯定没事干 先提个截啊 预截 肯定是要先提的 啊 黑的本身截的确很多 这个地方 但是你本身截再多 也挡不住这个 白棋 这个无欲无求啊 白棋现在随便招入两手都可以 长出 更何况 现在这边本身就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作战啊 本身这个作战 黑的是不是一定有利就难说 这边打着一块七十目朝上的一截啊 这个 小米此时此刻这个 心里头这个压力啊 这半棋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 作为对局者来说 我觉得下这个白棋之时候 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这个没事走一步先提个截 这个截 一粘可不是普通的截啊 一粘起个七十目就到手了 啊 这个心情真的是 非常的轻松啊 太容易了 这个截 黑的这个本身截再多 他总没有找完那一天 哇 白棋拐住了 这个白棋还是 没有说是这个 粘上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白棋的粘上完全可以啊 本身这个 站完班这个作战就 说实话 我就没看出来黑的有什么有力的啊 我就直接这么战斗 再加上我现在没事 走一步提个截 走一步提个截 这个战斗黑的怎么战啊 不 不知道 顶捏同学真是稳得不得了 有种 AI的感觉 如果是 我相信 如果是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台AI来做这个形式判断的话 那这个拐胜率一定比这个占高啊 因为AI他这个 分析胜率啊 他不是看说是你赢多少啊 你赢半目跟赢100目 对他来说没区别 那么他要的是百分之百的安全的趋云半目啊 而不是说是要百分之九十八或者九十九的安全趋云一百目 这个这个这个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 但是人呢不一样 人下棋的时候呢 如果 因为我人不可能做到 说我这期百分之百我就能一半目啊 这个做不到 这谁也没没办法这么精确啊 除非收到了小关子一两目的时候 那在这之前谁也做不到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 如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 我们能把这个优势扩大 能因两目半三目半 我们肯定会尽力去争取扩大 因为只有把这个优势扩大了 才能容得了这个失误率 对不对 因为人下棋总是会出现失误的 那么你只有优势扩大了之后 才能容得了你这个失误率 那么这AI是不一样的 AI他不会失误 所以他走最稳的 那么这部棋现在 当然现在这盘棋 这个杨顶新选得这么下 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这个棋绝对不止止盈半摩啊 所以他现在保证 这个希望能够 说是百分 不说百分之百吧 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安全也够了 你看黑的不满足于这个段无脚 黑的接着搞事情 那么这个白棋是很愉快啊 没事先提个结 哇 这个黑棋 这个本身截也是找到极致了 点一个 这个点 我们看 大家看一下 是截不要被骗了 如果你沾这个 我一爬 这个沾先生 因为黑的现在不是说 真的说是要杀你这块棋 他就是要做个眼啊 因为他现在就缺一只眼 然后 这个硬接 体接 那黑的体接 哇 后视啊 挡住 那这个时候这个 黑棋也是不好意思往里头唬了啊 这个唬就有点 欺人太甚 唬这个白的 一会儿肯定把这个沾上了 这个 这块 这块棋本身就不见得能活得了 那这还再加上个打结 那所以 黑的是 先端回去 那这两个加法已经 达到了他 他想要知道的一个效 他想要得到的一个效果 然后 白棋是体接 站 那这个黑的 现在这个本身接 也是越来越少啊 我们看 黑的这里还有一个 两个 这个三个 四个 哇 只有四五个 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接下来 这个再走的话 就不能再硬了啊 这个时候 黑的消结了啊 其实黑的现在 这个非 这个本身接 不知道这两块 杀器是个什么状况啊 现在白棋快几 棋又看一下 冲了一体 一二三四五 这块两块棋 棋还差的有点多 那这个不行 刚才说了 黑棋只有 最后的四五个 这个本身接了 那你走这个 那白棋这里 什么立一立啊 搬一搬 这只有三个 这随便靠两个 你不便宜 所以这个时候 没办法了 先把这块做活 好 白棋把它调回来 这一串的话 黑的跟刚才比 小有收获 但是不解决 本质上的问题啊 刚才是 黑的全盘是五十目 对不对 给大家点过的 这个白棋是三十目啊 这边是三十目 五十目 现在黑的这个 加了五目棋 五十五 白的三十 跳完这个之后 这边不用受气了 三一四二三四三四三五 三六 三七三八三九 四十目棋 现在白的四十 黑的五十五 盘面十五目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好像快有二十目了 就是说现在正常收的话 白棋应该是盘面都要好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白棋这个力度不利一下 它就无所谓了 给你搬 给你搬 搬完给你两目棋 这样我这个木更厚实啊 因为你只要破不进来的话 这个棋已经是胜负 不可能有什么悬念了 所以它就 不需要这两目棋了 可以说是 那果然 黑的竟然搞事情了 那别说这一段 它看着还是有点晕的啊 这个棋 还不能太大意 这个棋白棋 因为你如果普通的这种 什么打一打 跳一跳 黑的给你这压一压 这一段 也有点 看不清啊 这个时候不知道 他们用时怎么样 因为这个小米下棋 是比较快的 但这盘棋呢 我觉得这个白棋的 阳顶芯也不会下的太慢 那因为这个棋 实在对它来说 太顺了 这盘棋一直走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是 这个棋是不用担心 但没有时间的话 还是有点 要小心啊 就断 可能我觉得单跳一个 可能会好一点 我们看一下 诶 实战真是打这个 打这个 这个为什么黑棋不敢长了呢 这个棋我要看一下啊 我刚说这个棋 黑的长出来 是有点小机会 就被打脸了 这个长确实是很有机会 就算白棋压这个 跳是吧 断 白棋再跳这个 可能是 大概会形成这样一个变化 可能他觉得这样下 可能机会 还是很渺茫 一方面 这两颗子吃了之后 这个 黑的也活不了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块棋好像也要出问题啊 所以打的时候它没长 它是加这个 这个加也真是拼命 拼到极致了 我们看啊 这个一立下来 这块棋是死的 但是现在这个棋 现在作为白棋来说是 稳操胜券的时候 不易搞这种转换 所以是糊了一个 然后黑棋打吃 然后白棋飞 然后黑棋扳 然后白棋一个连扳 下到这里的话 就是这盘棋 也是这盘棋最后一手 这盘棋最后一手 下到这里 这盘棋就结束 因为确实是下不下去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局部搬住之后 现在白黑的这块棋 牵一手棋 随时白棋一分段 这个肯定死了 这边你也没什么好招 打吃后粘上 打也打不进来 打黑棋就长 没什么用 因为这边欠着死棋 那如果你就是 搬一下不走了 就是连这个的话 我们刚才点过目 肯定是不够了 这55 这再加几目 60目不到 黑棋全翻 白棋这个30 这个到这块40了 这个中间 414243 44546 474849 55 152525 3535 6785 5960 实在是 还是这个问题 盘面都不一定够 白棋线就把这个持下来 盘面都不一定够 所以下到这个时候 实在是找不到 逆转的地方 就只能投资人负了 那么我们纵观这盘棋呢 就像我说的 这个 其实不是说 这个白棋下流多好 我觉得是 这个黑方有点发挥市场 这个小米 这个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战斗从这个 长了长开始 本身这个长 跟这个跳的交谎 当初 就是个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 长了长 继续出问题 这两个问题 一出 这盘棋 就非常非常困难 这个时候 他如果当时贴这个 我觉得这个棋 可能还能占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棋 黑的也勉强 如果他这个也不走 直接这么占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很难说的 这个时候 所以说实在是没太明白 这番棋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 如果有机会 见到小米 我一定要问他一下 这个棋为什么会长掉 是什么原因 因为按理说 像他这样的棋手 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边明显要打仗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这个长可能是太想当然了 以为长两下很愉快 长完之后 可能发现不太好搬了 那可以说 这番棋自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棋局就完全进入了 白棋的掌控 那么我们看这个 顶爷不愧是咱们这个 中国等级分排名第二的棋手 在这种优势下 这个掌控局面能力非常的强 后面几乎没有给黑棋 任何的机会 反正我的水平是没看出来 黑的有什么地方 后面有机会 这个棋一直到最后黑棋认输的时候 这个盘面的一个差距 那对于他们职业顶尖棋手来说 虽然你可能觉得 也就可能也就说史莱姆棋 但是对顶尖棋手来说 史多姆棋真的是 没有任何机会 这番棋 非常遗憾 这个本来应该是两位 这个中国比较顶尖的棋手之间的一次较量 但是却由于这个黑方发挥不佳 导致了这个局面成为一边倒 那么我们祝贺这个阳顶星九段 这个取得了胜利 那么今天这番棋 总的来说 还是这个 处于小米发挥不佳 希望这个 他在接下来的这个联赛中 能有好的一个发挥 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欢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次见